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和家长,大家好 这里是东西堂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唐诗三百首》节目 那么上节课我们进入了一位全新的诗人的作品叫做《维英屋》 今天我们继续来认识这位大诗人的其他风格,其他内容的作品 那么大家翻开书的第38页应该也已经看到了 这首诗非常的短,一共就是五言八句40个字 那么跟前面一首长诗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但是这个诗虽然短,但是要分析的东西也不一定就非常的少 咱们来看一下这首诗歌的题目 《初发养子记元大教书》 咱们注意一下这里面的这个结构 《初发养子》就是在交代写作的背景 然后记元大教书 这说明我把这首诗写给的对象是我的一个朋友 叫元大教书 那么《初发》指的是这个刚刚启程 这个叫《初发》 那么《阳子》这个地方咱们也知道有一个地方叫《阳子江》 《阳子》这个渡口启程 然后启程去干嘛呢? 通过这个诗歌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 作者当时在长江一带游览了一圈 游完一圈 然后呢要回到洛阳去 因为作者当时是在洛阳那个地方做官 于是呢就要从《阳子江》顺着这个水路 然后回到洛阳 所以这个地方叫《初发》《阳子》 要回的是洛阳 那么这个元大教书 咱们不知道是什么人 不过同学们看了这么多首诗歌呢 咱们已经了解了这个唐朝人写诗的一个习惯 元大那是什么意思? 一个姓元的 在兄弟中排行老大的人 具体是谁? 我们不知道 这个教书是他的官职 这个全称叫教书郎 教这个字大家注意是多音字 不是学校的校 念教 咱们有一个概念叫教队 意思是说我看着这个稿件 我要给他做出一些字句上的修改 这个东西称之为叫教 所以教书郎 大家一听这个名字 应该也是一个跟文书工作相关的这么一个官职 但是很遗憾 这个元大教书是何许人也 因为历史上的记载呢 已经散失了 所以咱们也没有了解到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首诗歌是马上要从洋子渡口启程回洛阳 于是呢就把这首诗写了下来 留给一个叫元大教书的朋友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首诗歌的题材 是个什么题材啊 叫做送别诗 对吧 就是作者要离开了 然后跟朋友道别 在道别的时候赠给朋友的 这是典型的一个送别诗 那么送别诗呢 自然一般情况下 是在表达这个友情的深厚和离别时的伤感 咱们来具体的看一下内容 看看作者他究竟是怎么写的 叫七七去亲爱 泛泛入烟雾 归照洛阳人 残中广陵树 今朝此为别 何处还相遇 世事波上舟 言回安得住 非常简单 短小的一首诗歌 但是咱们可以看一看 他背后写出了一个 对于人生的感慨 这种道理 他也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开头两句也是对偶的 七七去亲爱 泛泛入烟雾 七七就表达这种离别时候的凄凉的氛围 用谍词来渲染一下这个气氛 去就是古文的离开 亲爱在这是名词 就是相亲相爱的朋友 这个好朋友 所以去亲爱 就是离开了我的好友 那么离开好友的时候 内心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是一种七七的 这种很凄凉的感受 那么接下来后面是在写 因为是坐船离开 所以用上了泛泛 泛泛大家要注意 指的是坐船漂流 随着水波上下摆动的身体 这种感觉 称之为叫泛泛 所以咱们一看这个泛泛 就大概可以猜出这作者是坐船走了 然后入烟雾呢 因为这个水上 一般是弥漫着一层这个迷迷茫茫的这个武器 所以呢 叫泛泛入烟雾 意思就是 我非常悲伤的告别了我的好朋友 然后呢 随着这个船 在水波上的这个摇摇荡荡 就走进了烟雾之中 那既然走进烟雾之中了 这个隔断了我的视线 就再也看不到我的朋友了 那表达了这种离别时的痛苦 进入了烟雾之中啊 遮断了我的眼光 然后我的视线中 朋友已经消失了 然后中间这两句啊 归照洛阳人 残中广陵术 就写出了这个啊 送别的这个背景啊 就是我要回洛阳啊 叫归照洛阳人 这个照指的是船的讲 那归照呢 就是这个回家的这个船啊 所以归照指的是回城坐船 然后洛阳人啊 指的是我要回到洛阳去 这是指的自己啊 是我是一个要坐船 回到洛阳的人 那么眼前是什么景色呢 大家要注意 广陵 这是一个古代的这个地名 也就是今天的扬州啊 在这个扬子江的这个旁边 那就是扬州 那扬子这个渡口呢 也跟他有点关系 所以呢 就是眼前看到的江边的景色 是扬州这个地界的啊 沿岸的这个树木 然后呢 远处还传来了断断续续 隐隐约约的钟声 也就是所谓的残中啊 不知道是哪个寺庙里的和尚壮的 总之我们感受一下 残中广陵术啊 这个广陵术啊 一排一排 一行一行的这个树木 当然也是在 预示着这个行程 不断的向前 同时呢 也遮断了这个作者 看向朋友的这个视线 同时啊 空中还传来了残中 意思是这个声音离的比较远啊 断断续续的 那就这五个字啊 你看洛阳和广陵之间 有一个我要回洛阳 朋友刘广陵 这样的一个遥远的这个对照 然后呢 残中广陵术这五个字 又渲染出了一种欲说还修的 这个凄凉的 哀伤的氛围 就好像咱们之前写的那个啊 叫做夜半钟声道客船 对吧啊 这种感觉 听着这个声音 看着眼前的景 内心自然有一种伤感 所以残中广陵术明显是景中寒情啊 归照洛阳人是我自己 残中广陵术是我眼前看的景色 这十个字里面 作者没有一个字是在抒情 但是内心中的这种伤感 已经蕴含在了这十个字中间 我是一个要回洛阳的人呐 眼前听着钟声 看着扬州的这些树 这叫典型的景中寒情 或者叫容情与景的手法 就把这种伤感不着一字 你懂的就写在了这个诗歌中间 然后后面两句是作者直接的感慨 今朝此为别 今朝就是今天 此为别就是在这里分别 对吧 今天我们在这里分别了 何处还相遇 不知道还会在哪里再相见 之前我在讲宋别诗的时候 也跟同学们说过 咱们不要用今天的这个交通工具的方便 来想象唐朝时候的人 因为毕竟已经一千多年过去了 对吧 咱们今天啊 就比如说像扬州到洛阳 其实直线距离很近的 高铁可能两个小时就到了 对吧 但是在古代我们要知道 第一 这些出来做官的人 他们是身不由己的 对吧 皇上把你派到哪 那就是哪 那你也不可能说 我善离职守 对吧 我本来在洛阳坐着官呢 我偷偷的跑出来 然后去见朋友 然后就偷偷跑回去了 这一偷偷跑 来回路上可能要走两个月 所以任何人都能发现 你已经偷偷跑了 所以这跟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 对吧 不是说我坐两个小时的高铁 就过去看一下 然后就坐回来了 对吧 可能一天也用不了 这是咱们今天的 这个交通工具的快捷 但是古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而且从洛阳到扬州这一路上 也不全是非常平坦的大路 对吧 还要走水路 更加的方便一点 另外呢 古人也没有电话 对吧 也没有这个摄像头 和这个在线聊天 他也不可能 用这样的一种 这个 及时见面的手段 来跟朋友交流 所以没有办法 就是古人对待 这个离别的态度 就把它就当作是 一生中的最后一次 所以我们才要知道 唐朝时候 为什么宋别师都这么伤感 因为今天分别了 真的不知道 这一辈子 还有没有再见的机会 就是皇上如果不开眼 把你派到这个 哈达克斯坦去干活了 把你派到广州去干活了 一个在东南 一个在西北 可能真的一辈子 也再见不到一次了 然后只能记记书信 然后也没有电话 也没有摄像头 对吧 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他自然就会有 非常哀伤的感慨 所以在前面的十个字 是容情与景之后 接下来作者 又用直书胸义的十个字 来表现自己的这种感想 今天我们分别了 真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见面 最后两句 就开始对人生进行总结了 谈人生 叫世事波上舟 言回安得住 世事就是指 人生间的这些事情 波上舟 这是一个比喻 说人世间的事情 就好像在这个 河面上的一艘小船一样 因为作者 正好是坐船离开的 所以他就触景生情 用眼前坐着这个舟 在水波中泛泛上下流动 就这样做了一个比喻 说人生间的事情 就好像这水波上的 一条船一样 叫言回安得住 言叫顺流 其实就是顺流向下 称之为言 那么回呢 就是逆流向上 称之为叫回 所以言回 指的就是一条船 在河中 一会儿顺流向下 一会儿逆流向上 表现这种徘徊彷徨 这个不能自主的 这种状态 安得住 是一个反问 安哪里 哪里能够停得住呢 就是说人生在世 就好像这个水面上的 一条船一样 一会儿顺流而下 一会儿逆流而上 是根本没有办法停住的 表明自己这种漂泊 天涯的游子的这种感慨 同样也表达了 对朋友的这种 依依惜别的深情 所以呢 这首诗啊 别看它短小 但是唯应悟这个人 他写诗的基本风格 就是这样啊 就是用非常短的篇幅 来蕴含自己 非常深沉的 非常淡远的 这样的一种思想 尤其最后的这两句啊 世事波上舟 言回安得住 他也表达了 作者这几十年 人生漂泊之中的 一种感慨 那是一个典型的 这个有故事的人啊 才能写得出来的东西 当然咱们现在听 这个微电台的同学呢 你年纪还小啊 可能从来没有离开过家 等到你将来啊 出门上学 上大学啊 找工作呀 等你离开家乡的时候 可能才会有 这样的一种体会 但是咱们现在呢 先来感受一下 作者作为一个 漂泊天涯的游子的 这种感想 将来有朝一日啊 估计大家自己也会懂了 所以这是咱们学习的 唯应物的一首送别诗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先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